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7月2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7月1日在奥里西夫方向传来捷报 乌克兰第47旅在南线罗伯塔附近突破了俄军防线 俄罗斯军队现在只有定居点本身可以进行依托防御 这场胜利可是来之不易 本来乌军可能会遭遇失败 但顽强的士气让他们做到了本来不可能的事情 乌军部队公布了一段长达43分36秒的视频 咱们配合一些截图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47旅就是那个反攻一开始就被投入战兴的乌克兰新生旅 他们的特点是由许多志愿人员构成 因此战斗意志是特别的顽强 他们装备的中心武器几乎全部都是西方援助党 他们有不少鲍尔坦克和布雷德利不战车 当然一开始他们遭到了不顺利的情况 若干之建国矛头中的一只遭遇了雷区 然后至少一辆鲍尔A6被地雷弹瘫痪 同时被瘫痪的还有至少五辆布雷德利不战车 幸好这些西方装备最终都被顺利回收修理 不过47旅在燃源方面并未遭遇很大的损失 这是他们为什么三周后仍能在前线保持战斗执行的原因 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 他们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他们发现即使是最新鲜装备最机梁的俄罗斯部队 也无法抵抗最佳战术的连续突击 因此乌克兰突击部队这次进行了至少36个小时的 几乎不间断的行动 36个小时战斗的一开始乌克兰人用火力翻散了俄罗斯战地正面士兵的注意力 同时突击部队潜入俄罗斯战地侧翼准备包抄 在靠近俄罗斯侧翼后 俄罗斯人似乎有所察觉 于是就向突击部队的方向开火 突击部队的指挥官很快意识到 俄罗斯人并不了解乌克兰人的缺切位置 因此他命令每个乌克兰士兵不要开枪 除非他们能确定的看到并消灭目标 然后突击部队的指挥官要求炮兵支援 乌克兰炮兵准确的击中了俄罗斯战地 俄罗斯人开始恐慌和犯错 突击部队甚至没有靠近就消灭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并建立了对战地的控制 到这时战斗已经连续进行了差不多8个小时 突击部队也成功占领了俄罗斯人的战地 但乌克兰人没有就地休息 而是立即开始准备进一步的行动 他们与该地区的另一支部队协调 并制定了以下计划 建立两个机枪战地 这样就得到了交叉火力 用交叉火力支援乌军即将要进行的 战队俄罗斯的下一个战地的建功 然而当乌克兰人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时 俄罗斯人发动了反击 以夺回他们刚刚失去的战地 乌克兰人迅速传达了坐标 第二组乌克兰军人与俄罗斯人短兵相近 俄罗斯的机枪化突击遭到瓦解 但俄罗斯人并没有停止推进 这威胁到乌克兰人的计划 由于无法前进 乌克兰突击部队被迫进行就地防御 日落后情况并没有改善 枪声和炮声加剧 很明显俄罗斯人正在准备夜袭 而这时的乌克兰人还没有准备好 进行防御行动 在这个时候 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不但没有准备撤退 反而希望伏击夜袭的俄罗斯人 这听起来很疯狂 因为就当时战地前沿的情况来说 伏击俄罗斯人的有利地点很危险 那需要在不间断的机炮和炮火下 在黑暗中爬行才能到达 而且当时突击部队翻出的人手并不多 其实只有四个人 这想法是真的可以说很疯狂了 然而突击部队的指挥官意志非常坚定 他愿意第一个前进 这一行动鼓舞了其他士兵的信心 于是乎这些人往前爬并占据了最好的设计位置 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存在是浑然不绝 当他们靠近时 乌克兰指挥官发出了信号 手榴弹在俄罗斯士兵群里是接连爆炸 整个地域都松动了 就这样 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后 指挥官报告说行动成功 乌克兰人破坏了俄罗斯的计划 并达成了最初规划中的胜利 好 咱们来看原著方面的消息 一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内科夫公布了一张照片 并宣布已经从德国获得了几十样暴使坦克 二 日本执政联盟打算向日本议会提议修改 对国防设备出口的现有限制 并允许向违反国际法被其他国家入侵的国家转让武器 目前 根据现行的法律 日本只能出口五类国防设备 分别是救援 运输 粘查 监视和采矿 并且只能出口到有助于本国国家安全的国家 自民党希望废除所有五类武器 为自民武器出口开辟道路 公民党提议在现有清单中增加其他类型的装备和武器 政治力量尚未达成协议 因此他们同意继续寻求妥协解决方案 三 近日 瑞典宣布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瑞典的英式战斗机 英式战斗机是由瑞典萨博集团开发的一款轻型战斗机 它的重量只有七端重 要远远小于美国的F16 其起飞的重量和印度的光辉战斗机台湾的金国号差不多 英式战斗机在1988年首飞 1996年服役 目前生产了接近300架 其使用的武器系统和北约基本一致 可以装载美国的AIM-9小尾舍导弹和AIM-120空对空导弹 同时还可以装备欧洲的空对空导弹 比如法国城的流星和云母空对空导弹 德国的AZ-4T短程空对空导弹也可以 所以从武器系统上来说 如果乌克兰装备了英式 那么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美国提供的导弹 乌克兰都可以使用 英式是一款通用性非常好的战斗机平台 英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起飞距离非常短 这主要是因为瑞典是一个小国 其军用机场较少 而在冷战期间 瑞典既不属于北约也不属于华约 所以他需要自己承担防卫自己领控的任务 而面对潜在的对手军事实力又十分的强大 所以在英式战斗机开发期间 瑞典空军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 不仅能在机场上起降 还要在普通的高速公路上起飞 起飞距离只需要几百米 最后 英式战斗机有着极其优异的起飞距离 它可以在600米的高速公路上完成起飞降落 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 英式战斗机之所以能够完成短距离起降 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轻 空中只有七端中 比F-16战斗机少了接近两端 第二点是英式采用EAE布局 而且EAE和主翼靠得比较近 能够增加近距离偶合 提高胜利 大大的减短飞机的起降距离 第三点是英式战斗机的发动机性能不错 采用的是通用公司F-404的改进型 最大推力54前流 加力推力达到80前流 F-404也是大黄蜂战斗机使用的发动机 而JAS-39E英式战斗机 换装美军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使用的F-414G型涡轮发动机 推力提升20%以上 该机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二马赫 并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总的来说 英式战斗机比较适合乌克兰的情况 其短距离起降和广泛的弹药搭载能力 能够大大的扩展乌空军的作战能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瑞典萨博产能不足 如果未来不能援助给乌克兰 或者只能援助三架五架 那么意义就不大了 不过既然瑞典能够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 想必已经就这个问题跟乌克兰达成了一定的默契 我们就拭目以待 四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 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 希望德国政府不要重蹈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而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负责 库列巴称 默克尔在2008年强烈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如果乌克兰在2014年就是北约成员 那么克里米亚段巴斯问题和目前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库列巴还说 现阶段乌克兰是不会加入北约的 但战争结束后 欧洲仍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那无疑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行为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